受到疫情影响 让原本想捐血的民众 或是举办单位 延后捐血活动 由于捐血中心 目前缺血紧急状态 如今疫情降为二级 中华纸江公司 22号在花莲厂区 举办捐血活动 厂长邱乙胜热情号召 员工以及协力厂商 发挥人力紧力的精神 纷纷晚售捐血 总共捐了3万cc 一喜把爱传下去 中华纸江对地方公益活动 一向不落人厚 不仅每年关怀碧师大叫养月 回馈吉安乡亲捐赠防疫纸品 疫情期间更是无常提供 次氯酸钠消毒水 以行动和全民一起防疫 那身为在地企业 其实我们这一次在疫情后 首次开放让经理中心进来 也是我们所有员工的期望 能够恢复跟以前一样 那这是上半年的时候 比较不一样的是 那时候因为疫情 单位因为疫情管制门禁比较深严 也怕这个彼此互相传染 所以那时候还是有鼓励员工到 主动到捐援中心完成捐血 那么预估每次的这个捐血量 都会到达3万cc以上 那我们的公益活动呢 其实除了我们自己员工 还包括我们的协力厂商 都一起来共襄盛举 来晚袖 晚起袖子起来 一起以行动来支持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这样的目的 花莲捐血站指出 目前的捐血库存量只够6个月 也呼吁乡亲能够在防疫趋缓的情况之下 能够踊跃捐血 让雪库的库存量能够达到安全量 暑假的时候可能大家忙碌 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 我们花莲的捐血量其实不高 我们都是靠着由台北捐血中心 每个月大概给我将近 每个月都各自给我1000袋的雪 来供我们花莲这边来使用 那现在迈入9月份呢 那北部那边因为这一次的台风的影响 那个雨势比较大 所以最近的那个安全库存量整个掉下来 那除了我们在中华浙江以外呢 我们的花莲捐血站 每天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 在中山路一段170号 欢迎我们的民众能够踊跃来捐血 中华浙江深耕在地超过50个年头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理念 集结同人的爱心 透过行善凝聚正面能量 持续以行动实践对花莲在地灵力的关怀与服务 记者林杰金安香采访不到